来咯来咯,小鱼又来和大家一起颗CP了 这次的消息真的是让小鱼也大为吃惊呀 大家都知道小鱼很爱颗CP 但小鱼也不知道你们会发展这么快呀 这不今天早上一睁眼小鱼就看到了一张照片 顿时小鱼满脑袋问号 只见照片里露丝身穿婚纱 累累身穿西服 站在一起行为举止亲密 咦,这怎么越看越像婚纱照呢 除这张外,还有身穿婚服 露丝挽着累累的胳膊 坐在凳子上有说有笑 小鱼顿时只想问 我是谁,我在哪儿 这是我能看的吗 在早前就有人说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小鱼还半信半疑 现在再次回想 一切好像都那么的顺其自然 据了解 在年前有相关人员爆料 吴磊现身赵露丝的珠连玉木聚餐现场 当时就有人猜测 这是不是代表吴磊赵露丝恋情的即将曝光呢 就在去年年底有网友拍到 赵露丝从珠连玉木剧组聚餐现场走出来 竟无一发现吴磊的身影 我们从网友试出的几张照片中可以看到 在赵露丝旁边的那个人与吴磊非常的相似 通过与吴磊照片的一些对比 不难发现 侧脸相似 身高相似 就连肢体动作上也能看出很像吴磊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和露丝的互动还比较亲密 但当他发现有人拍摄时 第一反应便是和露丝拉开距离 并着眼自己外貌 生怕被网友发现 于是乎我们从这些反常的举动中 断定有很大的可能 就是累累了 之前还有相关媒体爆出了 吴磊赵露丝此次约会的亲戚照片 能看出这俩真的很甜蜜 所以吴磊赵露丝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呀 只是我的事业还不能官宣 所以就像玄冰和孙艺珍一样 开启了一段地下恋情 当然随着吴磊赵露丝恋情的爆出 露丝在他在珠连玉木中发型装造也随之流出 一眼看去妥妥的古装美人真的好惊艳 比他以往剧中的任何一套装造都要漂亮 从事初的照片中 我们看到赵露丝古装古典优雅在背 上身穿的唐装甜美居家 就像是一场覆盖古典之美的盛宴 珠连一幕发型仿佛是穿越时光的精灵 古朴而又不是华丽 而他身穿的唐装 更是为整体造型锦上添花 那一席古典的服饰 仿佛是从历史的画卷中走出来的 唐装的设计灵感源自中国古代 吸收了汉唐文化的精髓 以独特的裁剪和华美的刺绣 将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 而在赵露丝的身上 唐装不仅仅是一种服饰 更是对历史的致敬 展现了古典之美 而在舞台上 赵露丝的一举一动同样 充满了古典舞蹈的韵味 他的舞姿仿佛是穿越千年的精灵 在古老的旋律中翩翩起舞 而唐装的流动感和优雅设计 则为舞姿增色不少 观众仿佛置身于古代宫廷 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沉淀 大家从露丝的造型路透中 都能感觉到露丝深层次的美 也难怪吴磊会这么的喜欢露丝了 换作是谁不喜欢他呀 况且在前一段时间 吴磊、赵露丝 还被传出一同去国外旅游 据悉是网友爆料吴磊 赵露丝一前一后飞往米兰 而且还同一个保镖 这不禁让人猜测 他们是否真的在一起了 要知道 吴磊和赵露丝都是近年来 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吴磊凭借出色的演技 和阳光帅气的外貌 受到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赵露丝则以甜美的外貌和精湛的 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两人在多部电视剧中 都有出色的合作 因此不少网友和粉丝 都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 但近期吴磊 赵露丝一前一后飞往米兰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悉 最近有网友发现 吴磊和赵露丝先后飞往了米兰 在机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他们的行李 都是由同一个保镖帮忙搬印 这更加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他们是否一起前往米兰呢 这个保镖 是否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 这些疑问 就娱乐圈的热门话题 于是乎 吴磊 赵露丝恋情 刮石锤爆出 并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爆出了吴磊和赵露丝的恋情 刮石锤 据该网友透露 他们在一家高档餐厅 偶遇了吴磊和赵露丝 两人举止亲密 显然已经在一起了 虽然这个爆料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但是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当然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恋情观 网友们的反应非常热烈 有些人表示很惊讶 有些人则送上了祝福 也有网友表示 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 现在终于实现了 还有网友表示 我一直觉得他们很般配 现在终于实锤了 当然 有些人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只是绯闻而已 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其实 吴磊和赵露丝都是 当今娱乐圈的当红小生和小花 他们的恋情瓜无一对 整个娱乐圈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些媒体和营销号开始炒作这个话题 希望能够借此吸引更多的关注和点击量 不过也有些网友表示担心 认为这会影响到两人的事业和形象 对于观众和粉丝来说 他们更关心的是吴磊和赵露丝的个人 生活和感情问题 相信这个恋青瓜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惊喜和感动 但是有些粉丝表示担心 会因此影响到他们的作品和表现 不过大多数粉丝还是表示理解和支持 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不会影响到对他们的喜欢和支持 毕竟两人虽然是公众人物 但吴磊和赵露丝也有自己的隐私和生活 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私人的时间和空间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梦想 作为观众和粉丝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和生活 不要过多干涉他们的个人事物 同时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作品和表现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总之作为观众和粉丝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看待这个事情 同时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况且大家知道吗 胡蕾张露丝谈恋爱早就有迹可循 在今年的星光大厦 二人就有了细微的眼神互动 以及他们在微博之夜的同框 所以微博之夜二人没互动 但吴磊不经意间看向露丝的深情 便早已暴露二人的关系 还有他们在早些时候的营业 二人也是一反常态 要知道在娱乐圈剧播期间的CP营业屡见不鲜 已经成为影视剧宣传的一种手段 一部剧播出之前 演员会配合宣传进行埋线操作 目的就是播出后让剧粉 考古营造出一种主演关系很好的氛围 可是在作品结束后就会 迎来一波刹CP提纯热潮 可吴磊和赵露丝两人不同 在星汉灿烂播出期间的互动屈指可数 两人缺一反常态开始营业了 自到2022年8月的宝格丽晚宴 本以为他们会缺席 二人同时官宣出席 无路可逃 迎来首次合体 就连佩戴的珠宝又是情侣 当晚还贡献了铜矿神徒 他们都没有做出提纯举动 所以说明他们的关系 并不是营业CP那么简单 所以二人的互动 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显端倪 星汉灿烂开播之前 吴磊、赵露丝部署的传言传出 可聚播之后 两人的点点花絮片段放出 粉碎了这些洗脑包 无论是抱着转圈圈还是横卡 还牵着手 疑惑是杀青后各自不舍 吴磊、赵露丝两人 表现得没有半点不爽的样子 而到了巨外也是如此 宝格丽红那是在那场后场的吴磊 特地出来守在赵露丝身边 在赵露丝结束采访后 吴磊又转身走向那场晚宴中 吴磊的家人将工作人员 纷纷站在了赵露丝身后 当时吴磊因为工作原因 不得不提前离场 当他面对长枪大炮的拍摄 缭绕的赵露丝后说 再见 这难道说只是友情 不过你可能觉得 这只是工作上的互动 还不足为证 没关系 后面还有去年的中秋节 吴磊晒出了月饼照 要知道那是长沙本地人才是小的月饼 可是吴磊当时在深圳拍戏 就连工作人员都没有 长沙本地人 可据了解 赵露丝的工作人员 有许多长沙人集合来看 便非常清晰了 不仅如此 两人拍摄杂志时 身上的配件越来越重合 除了两人的商务代言产品外 还有一些其他情侣款配饰 出现在二人的身上 有意思的是 二人各自代言方竟然点赞 他们二人CP项的评论 难道说这是在圈内公开了 那么关于赵露丝 吴磊的恋情 你怎么看呢 他也这么看呢 导人